人生有五个特别迷惑的事情 实际上人的痛苦就是一直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 得不到的东西就是没缘分 而人得不到我一定要得到它 这就是给你增加了痛苦 其实人最大的罪过就是自欺欺人 有很多人的一辈子的痛苦 就是因为不断地欺骗自己 说这个事情没有关系 可能他会认识的 可能他会知道理解我的 或者用自己那种认为别人都跟他一样的观念和心态 来处理解决问题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痴迷 当一个人在感情上 在钱财上痴迷的时候 他很难把它说通 就像我们很多孩子 爸爸妈妈劝他 孩子婚姻非儿戏 看看准啊 妈妈我就要他 我就要嫁给他 我觉得他很好 所有的一切就是痴迷 所以当一个人迷了 他就会做出很多吃的事情 很多人赌博 玩这种赌博的游戏 最后他输尽了家产 他就是不能自拔 人最烦恼的事情是争名夺利 所以我昨天在我们的博友见面会上讲 在很多的过去的一些伟人 他们都是以为自己在人间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 但是要记住了 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随着时间 它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不要去争 不要去抢 因为人生最大的破产 那是绝望 所以一个人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会有希望 当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已经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那你就是绝望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有境界 要懂得这个世界永远充满的希望 希望大家不争名不争利 好好地随缘 好好地修心 真正地为这个人类人间和这个世界的和平 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每个人的和蔼的家庭和睦的社会 贡献出自己一分力量 贡献出自己一分力量